好,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Plastic Fuller.hk 看到我旁邊坐了兩位年輕子女 不多詳細的介紹 因為由他們自己介紹 好,首先由忠勝開始說一說 Hello,大家好,我是Sing 我是去年在HKDI畢業生 讀Fashion Image Design 裏面的Styling and Photography 好,隔壁是Yuki Hello,大家好,我是Yuki 我也是HKDI Fashion Image Design的 E2學生 都是讀Styling and Photography 剛才我也有大概看一看過阿Sing的計劃 其實你剛剛畢業了 可不可以說一下最近真的參與過什麼? 大家分享一下 當我畢業的時候 我都參與了不同的助手工作 還有有機會認識到 帶了Alan Tam的 他也帶了入行 老前輩 對,我也很感謝他 給了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我成功可以做到攝影這一行 還有助手方面 我也有做到其他不同的 例如婚禮 還有其他廣告的宣傳 也有做 剛才也看過 其實你的表情也看到有些品牌贊助 也有很多不同派對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也有的 也可以分享一個 就是HKDI和阿蘭藏肉 還有香港的體育學院去合辦的宣傳 那次我也是一個市場 幫他們運動員去拍照 讓阿蘭藏肉去做宣傳 看到你手上有部機 其實都是說這麼多話 都是想帶出 剛剛有個Camping發生了 其實那個Camping是說什麼呢? 好 那這次就很開心可以借到Nikron這部Z72 為了這次來拍攝 那這次就是HKDI 和Viu Man Tam的一個時裝品牌去合作 那我們就為他去拍一輯賀年的照 那我就是這次的攝影師 咦?剛剛說到那個Camping這樣 有沒有一些片去做一下? 那這條片暫時就還未能播出 是 那說一下你其他東西吧 因為剛才也有做過一點點功夫 都見過你的Image Show 照片和另外一些Fashion Campaign 都真的驚訝到我 可不可以講一下過程 用什麼器材之類的 那我們就用Nikon機 就是Nikon贊助了我們學校一年 那我們就用Nikon Z5去拍的 就拍了一些Fashion Show Image Show 和一些學校的功課項目 那在那個使用過程裡面來說 因為其實很多觀眾都會 我們很多器材觀眾的 那你正在用Z5去拍這個Fashion Show 那中間的過程 有沒有一些操控上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Z5 那我拍Fashion Show的時候 那個環境比較暗 那可能在遠處的時候 那可能對焦都沒有那麼快 那 是 但是之後就看到你拿著長鏡 但是到今次了 看到你拿著手錄上那部是Z62來的 剛才有沒有真的測試過 試過 嘩 效果是不是跟Z5有很大的分別 是啊 因為我拍Vivian Tam的影片的時候 都是用Z62的 那我就發現它是對焦得很快的 還有就算我推高ISO的時候 整個畫面都是很清晰的 那在那個拍攝過程裡面來說 那現在你真的叫做用了這部Z72 那在操控上 那樣 那這部機器帶給你什麼好處呢 那我覺得它的反應是特別快的 比起我以外用的機器都快的 因為它按下去 它立即 反應的影速度都跟得上 它連拍的時候 因為它是跟了一張CF Express的卡 那就可以很反過照片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延遲的狀態 對拍照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那出來的相片質素 那跟你以往的用的品牌 有沒有什麼大分別呢 那它這個鏡頭質素呢 都很sharp的 那去到我看回一些照片 去放大一下 那些邊緣 其實它都可以做到一些很 很銳利的效果 那在這個撿相過程 有沒有覺得跟其他品牌有什麼不同呢 它這個Dynamic Ringer 就會很闊 我覺得 因為我後期要撿一些顏色 或者是一些光暗 它都可以推得回我想要的效果 就算我的用錯率都高 就算我拍到不是那麼好的位置的照片 我都可以推得回 我覺得 那在操控上 那就是說Nikon和其他品牌都很大不同 那有沒有什麼提到 例如在用的時候要事先做一些調節 那首先我覺得最先要調節 就是這個功能的環 那一定要關掉它 或者轉成其他功能 因為我拍的時候很容易 誤捉了它 因為有時候拿著鏡子的時候 手就會碰到這個環 就會轉到光圈 下次拍的時候不覺得的話 就會影響到照片 另外就是 拆鏡頭這個位置 這個按鈕 跟我以往用的機器 又是左右調轉了 所以都要轉回 拿著相機才好 拿著鏡子出來 這個要留意 好 那在影響的過程 影樓裡面 那它的鏡座有沒有帶到你什麼特別的好處 我拍攝的時候 會用它人的焦點 其實它對焦 咬住人的樣子 其實都很厲害 基本上在影樓裡面很暗的環境 這樣保持焦點 它都能跟得到人的樣子 就算有動作 也能跟得到 所以差不多是完全依賴 半按著它 它就這樣咬住對焦 然後就純粹去掌握它 那一下 Yuki到你一邊 真的拍片 那你之前用的鏡頭相機 和今次有什麼分別呢 我之前就是用Z5機 加上24-28支鏡頭 去拍一個時裝表 它的光圈相對比較小 可能要現場環境夠光 還有高ISO才可以出到漂亮的照片 如果暗一點 可能就相對地沒有那麼容易對焦 那今次用Z6機就不同了 很快地對焦 都未試過對不到焦這種情況 我配合那些7-28支鏡頭 就是相對地女生來說 就比較重 可能14-24支鏡頭 會相對地比較輕的 好 那來一點Round-up 大家聽別人說得好像我也很年輕 那中盛裏面 其實你會覺得 你有什麼展望 或者可能你入行 或者可能之後 你有什麼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接下來我還是想繼續做拍照 但是拍照的方向 是向著這個時裝攝影去走 想拍多些可能是不同的 有品牌或者是親衣的多些 藝術的都可以 想拍多些一類型的東西 想跟更加多的不同 可能是創作 make-up hair的人 合作的 他們合作的 去做一些作品出來給大家看 我最想做是這個 做多些了 因為現在社交文化來講 其實質素是重要的 但量就更加重要 多些機會 年輕人可以多些 跟不同的合作 你們這麼大的團體 Yuki呢 Yuki那邊 你自己有什麼轉望呢 你還沒畢業的 我現在可能想升學多些 可能讀創作媒體那一類 可能讀完出來 都是比較想向攝影方面發展 或者是開自己的一個品牌也不定 都沒有限制自己 人家開品牌 不要忘記了 你自己也是一個品牌 是攝影師 當然 我想大家也是 在試驗過程裡面 其實你跟不同人的合作 或者可能接到不同的工作 其實都不斷在改變你自己的思維 和你的創作路向 在這個時勢裡面 都建議大家 真的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你不試過都不知道自己 是否真的喜歡和不喜歡 就決定到自己的路向 還有 老人家 都要說 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你不是說 一張刀夠利 就可以across了整件事 個個都slash 個個都做不同的東西 就是多些向不同的發展 不要說真的 遇到一些什麼困難 就覺得好像沒有出路 可能你突然轉了行的時候 更好一點 多些不同的合作 跟多些人 撞多些東西出來 自然就有機會 各位老闆 有兩個很著實的年輕人 有機會就多些 給他們發展一下